不丹这个国家很神秘,它人口不多,地理面积也不大,因为其独有的宁静而被人们称为游览圣地。 香港明星抢着在那里结婚,领略喜马来亚山脉的空灵感,这似乎已经成为不丹幸福指数的标志之一,可并不能隐藏不丹王室那些陋习,不丹经济非常落后,人们的思想也跟不上社会的大节奏。 在这个国家,男女并不平等,就算是异国王后,急增配马,也会被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,过着卑微的生活。 30岁的布丹王后和望楚克国王去世在23年前,当时她只有7岁,他们两个是远方表亲,通过家庭聚会消失,望楚克国王并没有对这个小女孩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直到10年后,急增配马长成了一个妙龄少女,她们的缘分才慢慢开始。 急增配马家庭背景强大,她足以配得上望楚克国王,可就算是门当户队的婚姻,依然逃不过国王的便携。 望楚克国王爱上了其他女孩,这让布丹王后十分苦恼,她无处诉说自己的悲痛,因为在布丹王室,甚至在整个国家,女性都默默地接受了丈夫的义父夺妻思想。 急增配马王后受过西方教育,她笃定自己的丈夫会一心一意对她,没想到还是经不起岁月的魔力。 国王对急增配马王后的感情淡了许多,她又恢复了自己的大男子做派,在参加会议时,竟然让王后跪在自己的身边,不但王后想要改变这一切,但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做到。 她穿着绿色的上衣,卑微的双膝跪地,脸上的表情十分郁闷。 配马王后不是逆来顺受的女孩,但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,她得不到丈夫的庇护和宠爱。 只能在国王身边常跪不起,一直到活动仪式结束,望楚克国王面无表情,她坐在那里很稳当,没考虑过妻子的委屈。 夫妻两人本是一根藤上的花,但当望楚克国王有了别的想法之后,她也学会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压制急增配马王后了。 王后经常摆出不屑的表情,这让国王内心十分不悦,所以在这种场合,望楚克一点不念旧情。 坚持要急增配马下跪。 30岁的布丹王后一肚子苦水,她婚姻不幸福,生了两个孩子之后,地位还得不到提高,这让她如何翻身。 年轻的布丹王后再也找不回国王原本的爱,他们夫妻间的情分所剩不多了。 曾经何时,急增配马也是望楚克国王心肩上的人。 为了取悦配马王后,国王在大婚时还宣称自己会坚持平等的爱,奉行一夫一妻至到底。 这种漂亮话说出来容易,做到却很难,尤其是在布丹王室这样的氛围中,望楚克国王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有四位王太后,他又何尝不想在后宫里再添其他美女呢? 不单国王夫妇之间平等的爱一去不复返了,他们地位的悬殊越来越明显,这从前几次的访问活动中就已经能看出苗头。 望楚克国王也留过学,接受过比较先进的教育,但他对自己的妻子一点也不绅士。 夫妻而人一起访问,国王尽职走在前面,把王后丢得很远,这和欧洲王室夫妻的相爱相心差了十万八千里。 龙太子和乌金小王子是吉登佩玛王后和望楚克国王的爱情结晶,两个孩子因为是男孩,所以皇家地位也都比较高。 一家人拍摄官方照片,国王还特意地带着两个儿子单独摄影,这种冷落王后的方式令人心寒。 母亲这个身份和其伟大,他们生儿一女承受了男人想象不到的痛苦。 就在布丹这个看似美好却很落后的国家中,吉登佩玛王后如此被看清,这实在让人气愤。 作为国王的妻子,她不应该跪在丈夫的身边,布丹王室倘若没有吉登佩玛王后,那早就被人遗忘在角落了。 接下来是,布丹四公主生日宴会照曝光,全体现在状态惊艳,驸马各个高大帅气。 布丹王室是历史较短的王室,为了使王室能够更加顺利地延续下去,王室生日时代的变化放出了权力, 同时也用联姻的方式来稳固王室地位,导致布丹王室在旧时代和新时代中交替融合。 布丹国家面积小,历史短,为了更好的增加民众幸福感和荣誉感,提出了幸福指数和保留传统文化的要求。 王室成员,公务必须是传统服饰。 布丹老国王生下五朵金花,各个都是大美人,只是公主们日常都是传统服饰,再美的服装也难免看腻。 四公主阿石科桑桥邓望楚客一直很低调,她是一个传统造型和现代造型都非常美丽的女人, 再复杂的花纹在她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温柔的美感。 其生母是二王母,不是地位高的嫡王母,也不是有着当君主儿子的三王母,这一脉都相对低调。 就连看似普通的四王母,如今也将女儿嫁给了佩玛的亲弟弟,和三王母一脉搭上了关系。 如今二王母一脉不低调,也得低调了。 四公主一直以来在王室中都很神秘,平时公路上很少见到身影, 王室中唯有大公主和二公主才是主角,王室小国家也不大,王室成员太多难以有露面的机会。 尽管四公主露面的机会不多,可是凭借着美貌仍旧小有名气。 尽管王室要求在公路上穿传统服饰,但在私下仍旧是现代装。 四公主的朋友在近日发布了关于四公主生日宴会的照片, 四公主将头发挽起来,点缀绿宝石耳坠和一个诺大的绿宝石项链, 奢华程度超过佩玛王后所佩戴过的珠宝。 王室虽小,且在全球王室中垫底,但是家底也原然超过普通人。 原本穿传统服饰很温柔的四公主,换上现代装之后,变得雍柔滑贵起来。 白色的蕾丝花,佩戴纯黑色的小绳连衣裙,展现好身材。 不单传统服饰不容易暴露年龄,四公主看起来如同二八少女一般, 但是现代装的年龄感比较明显。 但是各有风情难以比各高低, 尽管不单王室成员在表面看起来都是冰冷冷的样子, 加上公主们都差不多是连姻, 所嫁之人都是权贵之家。 但是庆生这样的活动还是给了四公主足够的面子。 公主和驸马们都穿上现代装参加, 尽管她们来自不同的母亲。 但是始终来自同一个父亲,有着血脉相连的感情。 无论母亲为了利益和忠宠闹过一些矛盾, 但是表面上的大家还是亲人。 每一个公主现在装都十分惊艳。 二驸马也是各个高大。 大公主,二公主等人都前来祝贺。 如果不单王室能够多举办一些公务, 让这些公主们穿现代礼服亮相该有多好。 再精美的传统服饰, 看多了也希望看到新的花样。 值得吐槽的是,不单王室虽然不够强大, 但是在礼仪方面却学了泰国王室。 与公主和饮食需要下跪, 而公务上民众不能直视王室成员的眼睛。 官方场合交流需要遮住嘴巴。 如果不是因为不单王室的成员眼值够高 和不单国王夫妇的童话爱情故事, 光是学习泰国王室的礼节就值得吐槽。